也是從網路上來的 所以我們在雲端上面有個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這邊 有個網站剛好有提供 這個他提供的方式 就是他是 把它放在像這個是 11月5 15的 禮拜五就上個禮拜五的 OK然後號碼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不過大樂透跟樂透彩的規則他有改變 他是之後本來樂透彩改成大樂透吧 印象是這樣子 本來是1到42號 他大樂透明1到49號 一樣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其實都一樣 然後這些資料的話呢 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那總共這邊你可以看到總共1到57個page 也就是說你現在點1就是這一頁 點2的話呢 那就是這一頁 所以如果說你要想要把全部的資料都撈下來的話 當然 你看 以前的做法就是什麼 把它複製貼複製貼 你要貼57次 其實如果說你會寫VBA 其實就寫個回 就是 寫個回圈跑57次 他就把資料全部都抓到 我們Excel裡面了 其實Excel裡面也具備有網路爬蟲的功能 OK 那怎麼做 其實下面有相關的說明 如果你沒有興趣同學可以先試做做看 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有個Excel的功能叫從Web的功能 就是資料 從Web 然後他會跳一個 畫面出來 你把 上面這個網址 把它貼 這個網址貼到那個 上面去就可以 那你在打勾 就是這個是你要的那個表格 一是說從Web是 從網頁上面幫你把某個表格抓到Excel的意思 好那當然你可以用錄製聚集錄一個 就錄第一個Page 後面的話只要用4 就用4 I等於1到57 然後他就會自動1 跳第1頁 把第1頁抓下來 跳2把第2頁抓下來 Easily推 OK只是說你要做修改 改哪些地方 所以你要錄製聚集 錄下來的程式 修改的話就是 For I等於1到5 不過他好像又多了兩頁 所以本來是55 變57 改一下就可以 那可是要改那個Page數 And I 這個可能要把那個Page 改一下 那為什麼是要改那個Page 你會發現 他後面這個有個規則 Index 等於 1就是第1頁 Index等於2就是第2頁 所以你自己可以改 1 Enter 可以改 第1頁 你上面改2 他也會 變成第2頁 那如果你改57就57 OK 所以其實他 在網頁上 他有一個固定規則 如果你可以抓到的話 他就可以不需要那麼辛苦 每次都去 網路上再重新抓一遍 所以網路上很多資料 其實可以透過 類似的方法 自動去抓取 那可以省掉很多的力氣 大概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 我們先解決第1個問題 就是那個 我們樂透彩的這一題 OK 我們可以打開這個 樂透彩這一題 怎麼統計 特別是他有三個工作表 第1個工作表是歷史資料 等於是101年的所有開獎記錄 一期 第2期 第3一直到第99期 102年的話一樣 一期 不過他常常期數不一樣 Ctrl向下 他是到105等104期 那所以我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 先算1號 開出來的數量是多少 幾次 所以插入函數我可以用最近使用過的 Conif 那range的話 指的是101年的 這個範圍 所以特別是這個範圍 選起來 然後呢 Ctrl向下 Ctrl向下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像這種跨工作表的範圍 其實還蠻難選的 像如果你不會Ctrl向下 你可能還要再往下拉 拉過頭了 又拉回拉 所以像這種範圍 我建議 請你把它定義成一個名稱 用F3去存取 怎麼做 OK 定義名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 常常你遇到跨工作表 而且範圍很大 你每次都非常難選取 那這個時候呢 就非常有必要定義成名稱 這第一點 第二個的話 定義名稱 這個名稱將來賺寫VBA 也非常簡單 因為你貼上公式 不需要改任何一個字 就可以執行了 像我們之前還要改什麼 雙一號變兩個 因為第一名稱沒有雙一號 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名稱沒有I 因為不用列號 它是相對位置 OK所以 第一名稱還有第二個好處 寫VBA程式 不用改任何程式 不用改任何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執行得很順暢 待會講 所以第一名稱的好處 非常多 另外 第一名稱 實際上 跟資料庫的 關聯式概念 很接近 它實際上是關聯到 某一個 table 某一個 所謂的資料表 概念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怎麼做 接下來 第一名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我們還沒做之前 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這個範圍 叫一個名稱 比如這個範圍 我先選起來 然後選 我建議啦 你先選橫向的 7個 向下 Ctrl-Ship向下 這樣就OK了 那你可以用這樣拉的啦 不過我是覺得 比較容易過頭 那這個範圍 給它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特別最後 如果你要取一個名稱 請記得 請你在 左上角 這邊有個叫名稱 方塊 就輸入好名稱 按Enter就可以 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叫做 什麼呢 習慣上 本來叫101 不過特別是 你按Enter 它會出現說 不是有效的名稱 為什麼 因為名稱不能用數字 應該是不能用數字開頭啦 所以你後面加個a 加個b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用數字 所以我們也許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 比較好記得 叫開講好了 這樣比較 開講101好了 多兩個字 開講101 Enter 不Enter之前 先把這個複製一下 Enter 好 所以以後 特別注意 這個範圍 就叫做 開講101 那這個範圍呢 這個102 就叫開講102 所以 向右拉 7個 Ctrl向下 這個的話呢 就是 叫做開講102 Enter 記得喔 要按Enter OK 好 那我怎麼知道呢 這個名稱有進去 其實你可以從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人 特別注意喔 發現蠻多人 好像不太熟悉這個東西 這個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會定義名稱 很多事情還真很難做 OK 而且很容易做的亂七八糟的 給名稱管理員 開講101指的是這個範圍 出來有沒有 他會跟你講這個範圍 開講102指的是哪個範圍 這樣如果你要修改 那個定義好的名稱的範圍 可以從這裡面修改 他可以刪除 也可以做修改 OK特別注意喔 選完 左上角 輸入名稱Enter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其實沒有做太多 就只有定義名 那有什麼改變 接下來來看一下 差路一樣喔 剛剛最近使用過Conif 以後的話呢 剛剛是要選前面的 然後再去拉那個 現在不用 記得一個快速鍵 F3 F3喔 按下去 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呢 剛剛定義好的名稱 就會跳出來 所以以後 如果你可以先把你很多 名稱常用的 先定義好 以後呢 按一個F3 清單就跳出來了 你就去叫那個範圍 而且那個範圍 盡量 比較是 越 你能夠理解的名稱越好 不要 隨便取一個怪怪的名稱 你是又看不懂 那就麻煩了 好 那這個的話 就開講101 這個範圍幫我找什麼 1號 前面剛好這邊有 等一下 A2的儲存格就1號 1號裡面出現幾次 17次 也就是說 6 693 個數字裡面出現 機率多少 所以可以怎麼樣 除以 除以什麼呢 幫我算一下 開講101裡面有幾個號 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開這個 Ctrl C 貼到後面這邊 把一幅拿掉 用Ctrl 去幫我算 Ctrl 它 算完之後回 應該600 全都算完了 7乘上 693 對不對 回來打個勾 OK 這樣就算完了 也就是 它出現的機率 應該是 1萬次裡面會出現 應該是 245次 左右 可是問題 現在小數點 不好閱讀 所以 如果我希望 把 這個格式改成 1萬次出現 幾次的話 萬分是多少 那怎麼做 特別說 如果要改成萬分 按右鍵 出現格式 找一下 裡面有沒有分數 看一下有沒有 萬分是多少 好像沒有萬分 只有百分是多少 除以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以 分母是100 可是我要把它改1萬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制定一下 先找到分數 這個改制定 可是 這裡面本來是100 很簡單 你可以 加兩個0 有沒有發現 1萬次出現 245次 就出現了 這樣比較好閱讀吧 不然如果0.0245 後面一堆數字 不好閱讀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就 非常 清楚了 OK 其他的話 你就點兩下 那 102年怎麼做 其實 第一名真的好處 還真的蠻多的 複製之後的話 貼上 其實根本不用做嘛 你就把它改102 102 連選都不用選 打個勾 這個格式的話可以 用這個刷的刷一下 刷過來 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OK 所以 萬分之幾次 合計的話呢 就是把兩次的機率加起來 等於什麼呢 這一次 加這一次 他格式也過來了 OK然後呢 再來什麼 排名 那排名的話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用什麼 一樣是統計 裡面的rank RANK OK 不過在新版的話 人家RANK RANK 加一個點EQ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 舊版是RANK RANK 函數 那RANK函數的話呢 再來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查的那個數字在哪裡 在這裡 那REF 就Reference 你的參考範圍 參考範圍呢 指的是這整個 所以呢 記得 把它選這一個 然後CtrlTuber向下 OK 然後Order的話呢 我們用預設好了 就是0或省略呢 代表應該是D- 就是 合計高的在上面 D在上面 然後就排序 OK 按確定就可以 不過確定之前呢 記得要把這個範圍鎖起來 如果你這個範圍 沒鎖起來的話 就向下 大概會錯 按F4 其實只要鎖列就好了 所以把2跟43鎖起來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那我們統計的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排名就算 不過 其實特別是要 那你想說 老師那剛剛這邊 可以用名稱 這邊可不可以用名稱呢 當然可以喔 如果你這邊公式 假如用名稱的話 你請你把這個範圍 D2到D43 變成一個名稱 要合計好了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 選取D2 CtrlTuber向下 你先把這個名稱 先先複製好了 這個合計 然後把這個 CtrlShip向下 對不對 然後呢 定義一個名稱 就放在這裡 Ctrl V Ctrl Enter一下 這個範圍 叫合計 所以以後喔 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Rank函數喔 特別注意喔 這邊你按F3 用合計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什麼 合計喔 按確定 向下填滿 結果也會一模一樣喔 喔 我同學說 老師那 為什麼 這邊明明 這個指的是整個 可以理解 那這個的話呢 為什麼 我指全部 他 也會正確呢 特別是 這個 Excel裡面 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抓一個範圍 他全部抓 這個是一個要一個範圍 他全部抓 可是他如果 只要其中一個的話 他就會找相對位置的 那一個 一個資料而已喔 OK 特別注意喔 所以呢 這個我只要一個 所以他會找那個範圍 目前儲存格 相對位置的 一個儲存格而已喔 OK 好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他好處就是 按確定 他的公式 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清爽 以後配合F3 就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 我剛剛在重點 回顧一下 1 請你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記得在 左上角上面 輸入名稱 另外的話呢 可以從名稱管理員 裡面去觀察 然後 並且 產生你要的 這個公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